联络部是老师跟家长 家长跟孩子的桥梁 新北市推出的品德教育联络部 已经有十年了 为了让沟通更简单 推出了全新设计的联络部 新改版的联络部 清新 简洁 希望提供学生多元创意的挥洒空间 那七年级的联络部呢 它是以绿色系作为主的 那它的整件服装的设计呢 要呈现的是品德联络部的 第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裙子侧边的这个 翻越横标的设计 八年级的联络部呢 是以黄色系为主 那我们看到它的裙子的设计呢 是以翻书的那个概念 作为一个立体的设计 非常有创意 九年级的联络部呢 是以蓝色系为主 那我们看到它背包上面的 时钟设计 还有服装上面 十二等份的设计 展现的是品德教育联络部呢 希望孩子们学会 时间管理跟规划 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时间的重要性 新改版的联络部走文清风 不只有品德也融入美感 新美市长来天后级的 御用设计师 严薄俊操刀 增加了阅读的舒适性 和书写的可能性 让读写更轻松 传统联络部是没有所谓的 前匪后匪的 但前匪后匪这个观念 在书籍设计里面 一直都很重要 它是作为封面 跟内文的一个桥梁 而我们把联络部 增加了前匪跟后匪 并请参画家专门的定制 邀请小朋友 在这本联络部 一进来的时候 是一起参与的 去加入这个联络部的冒险 而不是直接告诉你说 这本书要告诉你什么 然后在一些节日的时候 我们也绘制了一些 隐藏版的插画 让这些节庆是有趣生动的 让大家觉得假期的时候 看到联络部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烦人 放暑假真的笑脸开心 可是到了8月23号 它已经变成快开学了 我还想要继续放暑假 我不要开学啦 然后一个哭脸 我们看轮轮老师 给同学们留着一个 什么样的留言 好 罗老师说 他也很正向 他说 开学才能期待下一次的寒假 是不是很棒 联络部连结老师 学生 家长的重要媒介 透过学校与家庭的合作推动 让品德可以跟着联络部 成为每天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没有联络部 后来我们担任老师以后 我们有联络部 就是希望亲师跟家长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过去十年从台北县到新北市 我们重视的是品德教育 这一块也是我最重视的 但是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 等于是把它置入在联络部里面 让每一天孩子 家长 老师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小故事 联络部来沟通 这是很棒的 可是时代的变化 现在透过美感 透过插画 透过图像 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主轴 尤其是对我们的年轻孩子来说 所以我在想 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联络部 做成这么的精彩 谢谢我们插画老师 谢谢我们美感的设计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我们同学现在在写联络部的时候 也把你的美感放进去 也把你的插画图放进去 你今天的心情图放进去 说不定我们很多同学以后 每天给老师都是一个表情符号 也是一个心情的一个反应 改版后的联络部里面有短文有长文 还有专门为选文定制的插图 扩展知识性文章的想象空间 此外还有隐藏版的节庆特殊页 呈现不同的面貌 希望能进入孩子的生活视野中 让沟通成为简单的事 记者陈明辉 新北市采访报导